海贼王 双刀花之鲍五郎归位 奎音又不讲武德 海贼王1006话情报更新 从本话情报中看得出来 下一话应该还是讲述的下一位战场 而主要人物应该就是小马哥 奎音 鲍五郎和晋 noe 奎音 奎音这货不管怎么看都是凯多团中负责搞笑的 但是这一话说实话改变了乌龙君对于奎音的看法 原本我们知道奎音其实是一个改造人 还是恶魔果实能力者 这个结合也是让奎音登上了三灾的位子 本以为奎音就是一个普通的改造人 可没想到的是 奎音居然能够居然也拥有激光炮的手段 那岂不是相当于又附加了一个和平主义者吗 不过 看起来很强的奎音却总是做些不讲武德的事情 这一次又是这样 居然偷袭已经中毒的冰爷 还是用那种激光炮 只不过还没等这招放出来呢 就被小马哥一脚踢回去了 NOR 小马哥 小马哥本身的实力就很强 这个我们都是极为了解的 甚至小马哥是绝对可以担当最强狂富的存在 但真正得到印证的应该还是在这一块之后 本来还和劲打的难解难分的小马哥却恰巧看见奎音要偷袭冰爷 于是小马哥直接一个凤凰印 招呼在奎音了在奎音的身上 直接把奎音踢得满脸黑线 而从小马哥那从容的笑脸中能看得出来 小马哥与进之前的战斗简直是一点压力都没有 虽然小马哥貌似也受伤了 只不过对于不死不灭的小马哥 如果能够在战斗中一拳一脚的让自己受伤了 应该也是一种享受吧 NO3 花之暴武郎 最后也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曾经的黑道大哥 花之暴武郎归来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从本化情报来看 暴武郎的身材和发型都有了极大的变化 甚至可以说 那就是他巅峰时期的样子 只见暴武郎的头发再次像熊熊燃烧的火焰一般 肚子也是大了一圈 而象征住地位与实力的纹身也是丰满了起来 当年叱咤风云的双刀再度握入手中 这么来看 当年的暴武郎可是整个和之国最大的黑道大哥 那实力肯定也是巅峰的存在才是 而恰好玉田也是双刀流 并且年少的时候混迹于整个和之国的黑道 想必也没少于暴武郎学习双刀流 在从暴武郎传授路飞刘鹰的时候爆发的力量来看 他此时的实力应该基本达到了体力不值的玉田实力了吧 看来陆飞主力军又多了一位 而恢复实力的暴武郎想必也会重新担当和之国黑道大哥的位置 那岂不是鲁飞又多了一个黑道帮手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 订阅我 再见